公元946年,东 晋国北伐主将杜仲威 没怎么抵抗,就在郑州投降了辽国 把晋军几乎所有的晋军 全部白白的送给了耶律德光 之后,耶律德光带着大军一路向南 晋国各地守将几乎望红而降 很快就拿下了河北之地 又派遣晋国降将张彦哲 带兵为先锋 先行抵达晋国都城汴梁 汴梁空虚无兵可用 被张彦哲轻松拿下 进驻石中贵见王国在即 就想着自焚而死,一了百了 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舞的演绎 我是杨立辉 石中贵的清军将领薛超 从后面抱住石中贵 劝石中贵三思 这时候,有人递来了 一类德光给李太后的书信 信中语气颇为平和 石中贵一看还有机会 就让清军扑灭了宫中之火 照入汉林学士范志 含泪对他说道 杜中贵背叛我偷靠辽国 实在有富恩情 从前先帝起兵时 想选一子留守敬仰 和辽主商议 辽主说我可以担此重任 你现在替我曹泥响表 把之前的情谊都写进去 也许我母子还有深路 范志提笔就写 不一会儿就写好了 石中贵正在看内容 从外面进来一个老妇人 亮亮强强的走牢进来 石中贵一看原来是李太后 李太后边走边枯燥说 我之前就说冯氏兄妹是靠不住的 你却重信冯氏 听着他胡来 现如今闹到如此地步 如何保全宗庙 如何对得起些人 石中贵听到此话 岳家的心烦意乱 只是呆呆地站在了一旁 没有说话 李太后正要再说 外面有人进来禀报说 辽兵已经进去了宽人门 专门等待太后和皇上的回话 太后问石中贵道 你究竟打算怎么办 石中贵说不出一句话 只好把响表递给了太后 太后略略一瞧 又痛哭起来 范志在旁圈围道 臣听说辽主来书并没有恶意 如果奉表请罪 或许人就归还宗庙 也未可知啊 太后也想不出其他办法 慢慢地说道 现在已经是燃眉至极 过不得许多了 他既然支书给我 我也回书一份 你就为我炒你吧 于是范志提笔在你一表 太后和石中贵 把表文粗粗地看了一遍 就召入石中贵的儿子 石研续石研宝 让他们带着表文到辽军大营 此时 傅助尔已经来到宫中 要当石中贵的面 宣读辽主次令 石中贵无法拒绝 只得勉强相见 傅助尔让石中贵脱去黄袍 改参束缚 然后下街听旨 石中贵无奈 保命要紧 只得听从安排 傅助尔宣读完毕 就退出宫外 石中贵想召张远泽前来商议后事 哪知道张远泽不肯前来 石中贵还以为张远泽羞愧 害怕折骂才不敢来 就再派人前往赵剑 张远泽微笑不答 直接来到斯韦斯大堂 假称禁足命令 让桑远汉前来和他相见 桑远汉听命前来 走在街上 碰到了李松 就停下来想聊几句 才说两句话 就被人催促 尽快前往斯韦斯 桑远汉知道被张远泽所骗 估计难以避惑 就对李松说 你主持朝政 现在亡国了 反而是我桑远汉死世 究竟是何原因 李松不答 惭愧而去 桑远汉来到斯韦斯 见张远泽在大堂高座 面带交涉 不禁愤恨交集 痛施张远泽说道 去年为你开罪 又让你镇守大镇 然后给你兵权 主上待你不保 你为何要负恩如此 张远泽无法可说 只是把桑远汉 关到别室 派兵看守 桑远汉所收的开罪 是指张远泽 之前乱杀人 被人弹劾 后来被赦免之事 之后 张远泽命人 收捕自己的仇人 只要是之前 和张远泽有过节的 全部都猝死 还重兵抢掠 所得珠宝 大都收入自己的囊中 家中珠宝堆积如山 他觉得自己 有功于北朝 九日以交恨 在京城乱杀一通 弄得京城大乱不已 过了几天 抢完杀完 就下令让部下入宫 逼迫石中贵 搬到开封府居住 石中贵只得和李太后 封皇后等人 一起前往开封府 张远泽见石中贵 带着金云珠宝 派人拦下 石中贵没法 只得把金云珠宝 悉数交出 张远泽选其中 珍贵的自己留下 其余的还风凡库中 石中贵来到开封府 张远泽派李军 率兵看守 内外不许通信 石中贵派人 去内府拿一些紧帛 库馆官员不肯给 还立声说道 这些难道还是进主的吗 石中贵又派人 到李松那边 淘点酒喝 李松说道 不是我真心没酒 只是担心陛下饮酒后 更加焦虑 别再出什么意外 所以我不敢进风 石中贵听了此话 伤心不已 不禁善然了一下 突然张远泽派人前来 竟然强行索要 楚国夫人丁氏 丁氏是石中贵的妃子 是石燕婿的母亲 现在虽然已经年过三十 但风采依旧 张远泽早就垂涎了许久 石中贵当然不肯同意 但耐不住张远泽一再强迫 只得眼睁睁的 看到丁氏被强行带走 当晚张远泽杀死了桑维汉 用绳子拉在桑维汉的脖子上 派人上报给一柳德光 说桑维汉是自你而死 一柳德光得到桑维汉死讯 畅然地说道 朕其实并不想杀桑维汉 他为何要自尽啊 传命后代桑维汉家属 守在禅州的高兴州和福燕青 也上书给一柳德光想要投降 一柳德光把他们遭入大营 说道 福燕青 你可还记得阳城之战吗 福燕青答道 臣当日出战 是为了尽主效力 没有多想 今日特来请罪 生死都有陛下 一柳德光突然和颜悦舍地说道 你也算一个强项之人 朕就赦免你的前罪了 福燕青拜谢 和高兴州一起退出战外 石烟旭和石烟宝 带着表文来到辽郡大营 并呈上国喜 一柳德光看过表文也没说话 只是在接国喜的时候 在手中板满了一下 最后问石烟旭 石烟旭回答是真的 一柳德光成瘾伴上 说道 恐怕未递 于是取来之笔 草草地写了几个字 递给了石烟旭 说道 石烟旭连忙退出 回去禀报给石烟旭 石烟旭看了一柳德光写的纸条 竟然是汉字 大意为 大辽皇帝 要孙儿石烟旭知道 切勿惶恐 以后必然会给你留个吃饭的去处 只是索献国宝未必是真的 既然诚心投降 速速将针印送过来 石烟旭看了前半段 心中不安去了大半 看到后半段又焦虑起来 自言自语道 我家只有这个国喜 为何说是假的 忽然想到了什么 连忙找人代笔 发现身边出了几个妃子 在乎旁人 就自己提笔写道 先帝进入洛阳的时候 为主李从科已经自焚 传国遇袭 又不知所踪 想必是和他一起烧毁了吧 先帝受命登基后 重新做了磁宝 这是群臣都知道 臣现在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哪敢再私藏呀 赶紧让人把此书送给了了主 没多久 耶律德光渡过黄河 直接向汴梁而来 石中贵想和太后一起前往迎接 就告诉了张彦哲 张彦哲不想让他见耶律德光 特意派人到耶律德光处说道 天无二日 哪有两个天子在路旁见面的道理 耶律德光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就不许石中贵出城迎接 赵严寿等人在旁 对耶律德光说道 尽主既投降 就应该贤必迁阳 出城迎接 耶律德光摇头道 朕派骑兵直取汴梁 并非是前往受降 何必用这般鼓励 只是锦炎广之前出言不逊 真的可恨 应当速速逮捕前来 于是派人捉拿锦炎广 然后传令给晋国摆官 一切如故 就是朝廷制度 还是沿用汉人惯例 晋国摆官奏勤 准备仪仗前来接驾 耶律德光说道 朕现在身披铠甲 不适合仪仗迎接 尽可不必施行 没多久 锦炎广自己主动前来拜见 耶律德光怒气 则被道 两国失和 都是你一人所致 你还敢来见朕 十万横魔剑 现在在哪呢 锦炎广连忙抵赖 耶律德光照入乔荣 前来对峙 锦炎广还是不肯承认 乔荣取出一旨 正是当日锦炎广所写 锦炎广自才哑口无言 吓得焚身发抖 腹地轻死 耶律德光贺令把他锁住 押往上京 走到城桥的时候 锦炎广趁叶树 首位不备 自己上吊而死 开运三年除夕 进过门屋百官 直到第二天 耶律德光就能抵达京城 于是整夜待在封扇寺 等待耶律德光的到来 第二天正是大年初一 百官在封扇寺 远远的朝石中柜方向告别后 就换上束缚 出城迎接耶律德光 没多久只见辽兵 整队前来 步兵在前 骑兵在后 各个熊啾啾气昂昂 中间拥出着耶律德光 靖国百官 见耶律德光到来 连忙扑斧在地 叩头请罪 耶律德光见路旁有一个高丘 自己骑马走上高丘 笑盈盈的俯视 靖国百官 过了好一会儿 才传令叫靖国百官起身 改穿长服 靖国百官三夫万岁 响彻云霄 百官起身迎耶律德光 进入封丘门 耶律德光刚走到门前 石中柜就和太后 一起前来迎接 耶律德光不肯相见 传令让石中柜等人 先住到封山寺中 自己带大晕 进入城中 城内百姓 见辽晕入城 吓得到处乱跑 耶律德光登上城楼 派人向百姓宣照道 朕也是人 你等百姓不用惊慌 以后肯定会让你们修养生息 朕本来无意难下 只是汉人把朕引过来的 百姓听后 稍稍安定 耶律德光下楼 进入明德门 明德门后 就是攻城 他下马捉衣 然后才入宫 到了晚上 他自己仍然出城扎营而息 不想淫乱后宫 晋国官员痛恨张燕泽 在惊忠忠的所作所为 就在耶律德光面前告状 说张燕泽乱杀乱抢 百姓也有很多人 痛斥张燕泽 耶律德光就召来张燕泽 询问百官是否应该处死 百官都说应该处斩 耶律德光说道 张燕泽死有余辜 傅助尔也难逃干系 索性让他们一起死吧 于是下令逮捕傅助尔 和张燕泽一起 斩首逝中 耶律德光又让石中贵的工人 也全部住在丰山寺 派兵把守 当时连日下雪 天气寒冷 石中贵在丰山寺中 没有供应 冻得苦不堪言 李太后向世中僧人说道 我以前曾赐你们数换金 现在不能顾验一下旧情吗 僧人说胡人难料 不敢供奉 太后也只能哭泣不已 石中贵又向守兵 求情 祈求到了一些圣范 勉强冲击 过了几天 耶律德光下赵 费石中贵为父义后 印国从石定堂 在晋阳称帝 到石中贵被贬为父义后 一共立二祖 十一年而亡 石中贵被贬为父义后 赵岩寿和杜东威都以为耶律德光会立自己为地 哪知道更加戏剧性的故事还在后面 请大家点赞收藏加关注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辉 咱们下期再见